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正在发生了一些根本的改变 美国长期以来寄希望于中共由市场经济推动政治改革 经过40年的验证 美国的希望破灭了 由特朗普开始打中美贸易战以来 中美关系螺旋式下降轨道 但是特朗普手上只是因为他的美国第一的国策 与民主国家关系疏离 中共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闲战 还是拿到不少着数直至拜登上台 用两三年时间修复与盟国的关系 建立起围堵中国的联合阵线 到今天这个国际外交大工程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你看到最近一些新的动向 一就是拜登公开指责习近平是独裁者 然后独裁者这个骂名又由德国外交部长口中再说出来 习近平是独裁者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相较于特朗普多次称赞习近平 说他是出色的男人 样貌头脑 没什么缺点 又说他伟大 铁拳管治14亿人 拜登的独裁者封号 是公然地羞辱习近平 将习近平定义独裁者 国际社会视他为反派角色 中立国家都会对习近平失去敬畏 民主国家将更加坚定团结在美国周围 另外习近平遭国际社会不客气 也都激励了大陆内部民众对习近平的反感 对瓦解中共的社会基础有极大的帮助 没多久之前 美国公开对中国的火箭军大量的军事机密爆出来 按常理 美国知道中国最高军事机密是不应该公开的 掌握军事机密有利于两国开展的时候采取行动 公开了反而促使对方调整部署 增加自己作战的难度 这样美国是否还是要公开 然而美国并不担心中共调整部署 理由可能是再度获释更加多的机密难度并不高 因为公开机密志在反间计的用处 令到中共内部互相猜忌提防 引起来斗 治乱阵脚 近期习近平整肃火箭军 国防部搞到一获属 证明美国用心不良的效果 据问秦刚的分外情涉及间谍案 也有可能又是美国有意放出来扰乱视线 美中是敌国 互相搞些阴谋诡计一点都不出奇 近日美国驻日大使二万楼公开对习近平的人身攻击 他说一个无能的经营管理者 一个研究政策的失败者 和一个殯劣潜在的马基亚维利主义者 即是政治无道德的权术思想 所以领导的政府更加是一团租 美国驻外视节公开丑化攻击中共领袖 在美中关系史上绝无紧有 这么大北京可能引发严重的外交风波 没有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批准是不可能做出来的 二万楼这件事一出 中共毫无还击之力 你一次试水温又令到美国得到便宜 外交官骂中共领袖 其作用就是拜登讲 习近平就是独裁者 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打面习近平 将他打扮成无能的反面人物 令到他在国际上高失分 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威望素地 挖他统治的长角 之前没多久 美国众议院重提联合国2758号的法案 此外当年接纳中共为联合国成员 并不包括确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华国 一部分的结论 也就是说台湾的国际地位未定 这个对中共深呼痛绝的两国论 最明目张胆的宣扬 之后英国政府也都称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 这件事是对中共最严重的挑战 四十几年来 美国从未踩这条红线 因为担心必然引发中共穷空极恶的反扩 今天美国公然做了 做之前必然评估严重性 明知严重性又放胆去做 就是美国已经调转了中美关系的主族 由手势转为攻势 美国将台湾问题拿出来玩 就是表明我玩得起 中共的反应也都在估计之内 也都有充分把握可以应付 结果果然是中共对这个 一刀拆起来胸口 管一声都要吞下去 拜登欺凌习近平 向全世界显示美国不再将中共放在眼内 兵来将党水来土险 最近美军高级将领扬言 中共如果敢冒险 美国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摧毁中共军队一千个目标 自从供应链顺利转移 高科技封锁原备 与欧盟北约日韩奥印 完成了合纵连环 美国要做的就是利用外部监力 促进中国内部的经济崩溃 引发金融和财政崩溃 最终造成了社会崩溃 美国反攻反手为攻 有条不敏 成竹在空 反过来中共是束手无策 坐以待毙 美国一枝枝冷战放出来 再等中共的内部矛盾激化 风烟四起 最终自我解体 至于美国高官乐役于途 前脚后脚这样访问北京 这个不能够证明美国放远手脚 只是外交手腕 自在防止中共失控发动战争 美国有充分准备可以打 但是免得过不要打 毕竟战争不好玩 跟我过去这几天的看法 其实很像 先拆下自己的鞋子 这个是的 也都看得到中共现在是无招可出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赞 最终赞 订阅科金 看广告 可以或加入会员和披选 代表安天娜需要大家支持 也都可以请代表一杯咖啡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